好痛 好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二零一街的 Bridge Brothers亞洲對抗賽 我是主持人小熊 剛剛現場的發布聲音非常大 現在現場拒絕了非常非常多人 因為現在在我旁邊就是 SKT的中文貝克 你好 大家也會被什麼緊張好嗎 其實我知道SKT和產業人 已經對過很多次 這次感覺應該還是蠻修心的吧 SKT和FLAISHWOV 和經常做了很多 今度是比較熟練的感覺 我已經覺得 確實在我之前 FLAISHWOV的招待了時 韓國隊跟比較的感覺 也很像是比較的感覺 對 是 好 之前他覺得跟三代男隊的時候 我也覺得三代男是一個韓國隊 真的那麼強 今天也感覺到像是韓國隊 他沒有打出那種很凶狠的風格感 因為這一次SKT在新東 大新東東這個方針見隊伍 那他們來參加這個周期北 感覺是來輕鬆交流嗎 還是其實他們也是會有一點點的緊張嗎 你现在比你上湾了解的 我在比赛上学习的想法 但是华铁比较习级 因为你是继续地理的人 所以说现在就比较不安 今天开始是phäre Modern 也比赛上是新生的新型 但是也是国际舞台 他都覺得慢慢有壓力 所以他真的有很多情緒 了解,那我就好奇問一個問題 因為他之前也有個太陽說過他非常喜歡的英雄是勒布朗 那他今天其實是有機會可以先選擇勒布朗 那他怎麼選擇了他利亞 以前在訪問中,你很喜歡他 今天選擇了一個選擇 但你選擇了什麼原因嗎 其實我們要選擇勒布朗 所以他選擇勒布朗 所以他選擇勒布朗 因為他們主要上塔利亞比較有組合的效果 所以選擇塔利亞 所以我近期看他們連載是這種感覺 只是剛好有到他的訪問就想說 好奇問一下 那這一次呢對上Maple的勒布朗 有一段是產血淘汰 真的是只差一點點血 可是Faker的臉看起來是非常的冷靜 那時候他就想說 因為現在比賽還沒試過 現在比賽還要遲到有所人的機會 所以他覺得過分的 那時候是哪個心情 是對上Maple的想法 有發生的問題 當時我當時是對上Maple的 他要做的那時候 突然說我當中的情緒 突然說我突然說 但是我突然說 但是我突然說 他就想說 他就想說 一般人的面子 那再來想問一下 因為SKT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把人心動花一筆 那他們會不會想把這次的全勝當作一個目標呢 現在 試試試試試看的時候 目標中的一種是 全勝無勝 我們是全勝無勝的目標 但是無勝的目標 他們的目標不是全勝 是...就是冠軍而已 我們就是拿冠軍來的 好 那我們這邊也非常謝謝貝克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戰機表 今天的戰機呢 LCK的戰機是三勝一敗 LMS的部分是一勝三敗 然後葉龍的部分是兩勝一敗 再來看一下我們的明星賽程表 明天的賽程一樣就下午兩點鐘開始 第一場比賽是Mike在一起對上MVP KT對上RNG JP對上EDG 閃電狼對上WE AHQ對上KT SKT對上WE 這是我們的明天賽程 另外呢也相信會是一番激烈的廝殺啊 那邊同一時間 我們2017 Rape Rivals 亞洲對抗戰 再見了 我是竹山小熊 掰掰 hoo